这次的空间 我们在颜色跟家具上面 都做了不一样的表现 经过冷灰色的长廊到房间 端井只稍挂画轻轻带过 孩子正值成长期 将空间功能设定好 休息的地方不需要太多木座 用家具的样式来调整空间的风格 书柜不采整齐排列 随手可拿可摆 仅用色彩来表达个性 竹卧室用香草设系当作空间的基底色 没有天与壁面的分别 在这当中家具的材质与样貌 可以将质感带出来 位于空间 惯用高雅的灰阶 功能刚拦俱全 这个绿色的餐柜 是空间的主轴 从玄关 客厅 都可以看见 餐厅有的主角 摆上的就是优雅对位的家具 主空间以冷灰色调铺层 深蓝色的主沙发 与绿色的餐柜相呼应 并且配上钢琴烤漆的家具 以灰色为底 以家具为主 空间的层次分明 书房可以用深色包袱 让在家的时刻 可以拥有安静的角落 让心灵得以歇息